你看面前的这位美少女 你能想象她的本体是头驴吗 前不久凶贵会长建议男主去搞一匹马 因为马是高阶冒险者必备装备 不管是当做战利还是做棋役或是拉伙 马都是必不可少的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马和冒险者之间 可是有着强烈羁绊的最佳伙伴 于是会长给了一份地图 随后因为俩老婆都很忙 诚哥只好独自看着地图来当目的地 老板以为诚哥是要去参加王都杯才来买马的 介绍王都杯是骑着马类生物 绕行王都城墙一圈的比赛 比赛过程百无禁忌 但是因为太过危险 所以奖励也是特别豪富的 老板介绍最受欢迎的是这种马龙 其次是马路 虽然长得呆萌马力却是马龙的两倍 只要好好训练就是可造之才 然后马路就倒地了 原来马路都是笨蛋 会因为忘记呼吸致死 跌落小段台阶摔死 甚至碰一下也会被吓死 最后就是这匹猎马 从出生以后就没有亲近过任何人 只见小驴开始抱走老板 诚哥也获得技能能够听懂小驴的语言 驴子看诚哥能听懂自己的话 便让诚哥进来 然后偷袭诚哥被他奔 接着蹬出双腿 诚哥直接握住扔向空中一顿盘 驴子只好投降认输 并愿意臣服在诚哥的淫威之下 认为诚哥就是值得自己一生奉献的主人 诚哥让老板把驴子卖给自己 但是老板已经脑震荡出现幻觉 这是一头驴子 品尝到好吃的东西后 露出和人一样的享受表情 驴子很感谢诚哥请自己吃大餐 表示会用一生来报答 路上诚哥发现卖画的瘦儿娘有困难 一个金发小哥希望瘦儿娘不要埋没自己的天赋 让他去参加画画比赛 但是瘦儿娘没有自信不愿参加 诚哥在一旁制止 小哥让诚哥这个外人不要多管闲事 但是瘦儿娘认出诚哥就是购买自己作品 小哥在得知诚哥也买过瘦儿娘的画质后 很开心瘦儿娘能有之音 那就更应该参加绘画大赛 这个绘画比赛是国王杯结束后一个月所举办的 代表王国最高权威的绘画大赛 瘦儿娘名叫梅 认为自己只是一个外行人 是不可能参加那种高手云集的比赛 小哥表示这都不重要 那位千驴的人不是买过你的画吗 认为诚哥很有品味 一定也买过自己的画 小哥介绍自己叫科雷 是王国公爵长子 被大家称呼艺术之子的男人 由于梅的作品对科雷的心灵造成强烈的冲击 所以希望梅能够在绘画比赛上和自己一较高下 见梅还是很犹豫 诚哥表示自己决定参加国王杯 如果自己能名列前茅的话 让梅也试着挑战一下自己 梅很担心王国杯太过危险 诚哥却说虽然危险 但是如果连自己都能赢得前几年 或许可以让你也鼓起勇气进步向前 机会摆在眼前 不如先挑战在后果不迟 小哥提醒第五名的奖品是一种艺术级别的名位 那可是传说中的超级大运 驴子一听那可不得了 期待着诚哥一定要参加比赛 这头驴子叫露露妮 是个吃货 再听说了国王杯马赛奖品 是一种超级美味的大鱼之后 希望诚哥可以带着自己参加比赛 比赛当天露露妮不停地叫唤着奖品王子 台上可爱的主持人介绍今天的奖品 亚军奖品将获得剑圣女武神团奖的珍贵照片 诚哥惊了 但是场外却爆发热烈的欢呼 备受瞩目的冠军奖品则是和剑圣女武神共度美好一天 诚哥麻了 露露妮信心十足 今天一定要拿到第五名的奖品 比赛开始前没来到身边 劝说比赛太危险还是现在弃拳吧 诚哥淡然无论是谁 迈出的第一步都会害怕 但是只要有人在背后鼓励 就一定可以跨步向前 以前被同学们鼓励的自己 也想去鼓舞他人 马赛规则很简单 好玩城墙一圈回到起点就算获胜 比赛没有任何限制随心锁 随着比赛开始有几只马路停在原地 然后口吐白沫被大炮声吓死 露露妮也是有气无力慢慢悠悠 一问才知他太期待奖品 所以故意不吃早餐 诚哥无奈找到了进化之时的栽培套装 拿给露露妮吃掉 很快有人已经赛成过半 排名第一的人拿拿出幻王笛吹响之后 一群B级魔兽巨狼出现 身后还有一只A级魔兽三眼魔狼 参赛者都被吓坏了 失了进化之时的露露妮仿佛放了氮气一半 自己也控制不了的飞速狂奔 即使面对三眼魔狼 露露你也丝毫不惧一蹄子放倒 其他参赛者一看这么凶残 只好弃权比赛 就这样诚哥莫名其妙地获得第一名 赛后的露露你很伤心 抱住诚哥哭诉美食没有完 接着在一片金光之中 美驴变成了美女